低溫再高溫 都會發現一種什麼 油稍微 油耗味 油耗味 不用再加上吃 大家就去外面買就好啦 大家很多人都這樣講 歡迎大家收看 我是Jeremy 我是Alex 上次我們做這個 舒肥棒 vs 氣炸鍋 對 有沒有愛上它 氣炸 我愛上它的造型 因為真的很美麗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實驗 大叔最愛的牛排 我們今天選用了 Costco買回來的紐約客 只是Choice的喔 但是它油花其實就已經還不錯了 每一片都有差不多400多公克 然後4公分厚 4公分厚是買真的蠻厚 如果在家裡 如果真的只是純粹煎的話 還需要一點技巧的 很難不避免外面有點過熟 然後外面有點生生的 所以這次我們就來 氣炸鍋PK 舒肥棒 做出完美牛排 你覺得好不好吃呢 今天會比較三種烹調方式 舒肥後煎 氣炸 氣炸後煎 首先開始舒肥牛排 一樣不鮮調味 52度一小時 等待的時候就開始氣炸牛排 準備了兩片小片的只氣炸 大片的氣炸後再煎 網上有很多教大家怎麼用氣炸鍋來烤牛排 大致都是用180度到200度 然後烤個差不多6到10分鐘看牛排的厚度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方式可能烤出來的牛排會容易外邊握手 裡面太深 因為溫度太高 我們今天要試用的方式就是先低溫再高溫 主要我們希望說溫度中心達到50度 在這個時候我們再給它轉高溫 可能是因為牛排比較厚吧 所以經過了10分鐘150度之後 中心仍只有到37度左右 所以我們再給它加個3分鐘 剛剛經過13分鐘 大塊的牛排中心剛好有46度 因為我們今天會在爐上在用煎 所以說這個溫度是剛剛好 那比較小塊呢 因為它形狀比較不是那個均勻 中心已經到差不多50到54度 所以其實這個溫度已經是差不多3到5分熟了 那小塊的話我們會繼續放在 煎炸鍋裡面 用200度的高溫再烤超過3分鐘 最後中心溫度超過我們目標6到7度 因為厚度較不平均也較小塊 在高溫烤後變得過熟到7分左右 經過一小時輸肥後 牛排血水流失很少 取出後先擦乾膽用 取出後先擦乾膽用 兩者四者有很大的差別 讓用酪梨油煎香 氣煞過的已經有點河澀化了 煎起來也較快產生梅納反應 這次煎得比較久 走共2分鐘 因為我希望脆殼厚一點 這次牛排到4公分 所以煎久一點 對熟度影響也不會太大 牛排終於出來了 是牛排出來了 靠我這邊是舒肥的 然後呢這兩個都是氣炸鍋的 是有什麼差別 這看起來很熟 這感覺它有過要7分了 7分甚至更熟 氣炸鍋是用低溫高溫的方式 為什麼要低溫高溫 因為低溫的話呢 它可以讓比較厚的牛排 有更多的時間慢慢的溫度滲透 有點像模仿酥肥低溫烹調的效果 所以大叔建議如果要用氣炸鍋 先低溫再高溫 對 好 是不是直接在氣炸鍋一次搞定就可以 對 那它的Cross就是 比較沒有辦法 它最高就是200度嘛 但你在煎盤的時候可能會有更高 因為你要比的更 在一面的時候就會比較散速 右邊這個就是氣炸150度13分鐘 然後最後再煎 它的Cross其實就是跟舒菲在間長 比較像一點 但你也很在乎那些Ring 但是因為我們在舒菲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讓它冷卻 差不多15分鐘 室溫左右 所以它的Ring比較小 但是氣炸這個就會稍微厚一點 但是因為舒菲就是控制它的熟度 對 就是舒菲最擅長的地方 最近有調味一點鹽跟了什麼 對 好 清清 乾杯 我愛的算分手 但是我們在Cross買的厚度 我不知道是不是特別厚 還是它大分像切4公分 因為我覺得4公分啊 如果你光接 自己只是拿來煎盤 煎其實要有非常有技巧 Ring就會很厚 這樣 那你用舒菲的話 就更好 你不停去摸摸摸 Cheers 熟了一點 所以它的熟度 可以看到從前面到後面 當然 因為它的熟度有粉紅色 有這個比較深一點 可是你看舒肥的話 完全就是都一樣 你看它的熟度 你看這個差別 對 我覺得氣炸鍋的熟度上面 確實是它的弱性 對 好 來 最後 七分熟好了 有些喜歡七分熟了 對 我比方菜是它的脆殼Cross 脆殼沒辦法 對 氣炸牛排的話 這個厚度的話 可能就差不多10分鐘 先是150度 最後如果你想要再煎的話 你可能再靠煎的話 上色可能兩分鐘左右 可能差不多 對 如果你比較薄的話 三公分的話 再煎 可差不多兩三分鐘左右 OK 好 可能還是要靠很多經驗 如果用氣炸鍋 還是要用低溫高溫的方式 跟我們上次你看 雞腿排跟雞胸是一樣的道理 每一個氣炸鍋 只要是肉類 它都要叫你翻面 就是那個溫度的受熱不平均 那我們還是有三個評比要來做 第一個 是它的便利性 一定就是 中間 氣炸鍋 氣炸最快嘛 對 第二下 嫩度 它的熟度嫩度 那嫩度的話 當然 毫無疑問 就是我們的一二三 一定是舒肥 一定是舒肥 因為它的這個時間 就可以保持它的這個熟度 然後第二的話就是 氣炸家 氣炸家煎 對 就是脆殼的話 那一定 我覺得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 其實差不多 就是要煎嘛 對 要煎嘛 氣炸在煎比較快 喔真的 就是因為它比較乾 它表面已經有點上色 等於是它在氣炸鍋裡面 就已經有點開始沒那錯 沒有反應的 大家吃完 我們不能只有看前面 我們大家還是會有人要 必須要洗鍋子 要清洗 都差不多欸 都差不多欸 你覺得 我覺得其實也都是差不多 有一堆人在YouTube上面 或是大家教學 如何洗氣炸鍋裡面的懸盤啊 然後要先氣炸完 馬上放熱水 然後之後再來清 舒肥酸棒沒有 可是它你煎 那個鍋子也要調整一下 而且也會煎到外面都是 因為你氣炸牛排有油煙嘛 那油煙如果說沾到上面的聞香 哇 那你就慘了 之前在氣炸鍋 大家最怕你 剛開始用一兩次 如果沒有怎麼清洗之後 都會發現一種什麼 油燒味 油好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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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油燒 你覺得要生火 還是滅火氣炸鍋呢 你問我 應該是我問你吧 對啊 你之前都對氣炸鍋 非常的排斥 對我來講 我覺得還是乖乖的滅火 因為我家裡已經有學功烤箱了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是單身 或者是一個小家庭 然後你家裡沒有烤箱 然後廚房也不大 我會 生活 氣炸鍋 會生火氣炸鍋 我個人覺得就是 如果有個舒肥棒 我可能不太會買一下氣炸鍋 你不是說就是去外面買就好嗎 不用再加上去 去外面買就好啦 大家很多人都這樣講 哈哈哈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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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今天我們做的 舒肥PK氣炸牛排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這個PK 那如果你們想看氣炸跟舒肥 然後其他東西 其他東西 其他食物 告訴我們 留言告訴我們 好的 我們下次見 乾杯 拜拜